嗨 欢迎回来 那我们这一节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第七章 第七章我们的这一个在商品中调用我们的一个显示我们的购买数量 显示我们的购买数量 那我们本章的知识的话用到我们第四章一个常用模板的一些知识 那大家先听完课如果说不会用的话返回去看我们第四章的这个内容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做这个操作 如何来做个操作啊 首先我们打个浏览器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Easy Shop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安装好的一个模板 昨天安装好的一个模板 那我希望的话在这边显示一个商品的购买人数 那如何来修改呢 那第一步找到我们的模板文件对不对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首页index.dwt 好 这个字我给大家放大了一点会比较好看一点啊 我这边会有一个呵呵呵 我看一下 呵呵呵 应该没有了哈 被我删掉了 ok 那就先不管它了 那是第一步 然后呢我希望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如果说不知道我们可以搜索关键字 好 新品上架 我们搜索关键字 我们搜索这个关键字 看它出现在页面的什么地方 没有 没有 没有的话我们就只能找一找的啊 是不是这个呢 我们加个S试试 好 刷新一下 那如果说大家找不到我们的这一个位置在哪里哈 我们可以查找关键字 好 比如说这个新品上架 新品上架它的这一个更多是这个标记为new的这一个 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更多啊 找到我们这个更多 它呢是放到我们的 Begin Library推荐的这个new 那我们打开这个推荐的new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一个 呃 东西了哈 我们在这边输出一排S 好 输出一排S刷新 再刷新 没有用哈 没有用 我们来看一下出现在哪里了 精品乐卖新品肯定是在这边的哈 那如果说没用的话 大家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到呃 我们的后台啊 到我们的后台做什么操作呢 清空缓存啊 这个操作刷新 奇怪啊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太不好意思了啊 这个我先返回去一下 我们改错路径了啊 改错路径了 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EC 美丽说模板下改才有生效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还是找到我们推荐的这个new 新品上价对吧 好 找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 好 希望在这个地方呢 输出一个购买人数 好 当时我输123 好 然后来看一下效果 好 这边会来一个购买人数 会来一个购买人数 那当然呢 我们也用这个方式 也用这个方式哈 刷新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出现了一个购买人数 对吧 出现了一个购买人数 好 现在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购买人数呢 给调用出来 首先第一步 我们得找到我们这个newschool的 他们在php传递过数据过来的时候 需要获取到这个数据 好 那我们这个newschool的话 是在这一个行数传递过来的 那我们呢 搜这个行数 on 好 当前页面找不到 对不对 找不到的话 记得我跟大家讲这一个 页面结构的时候 说到我们的这一个 有一个结构叫inclus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找不到行数 全部到这一个目录下去找 然后点击插到全部 就可以找得到了 然后它是放到我们lebargoose里面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找得到 我们的这一个列表了 找得到我们这个列表了 那这边有一个for each for each这边的话 它就会输出我们的这一些值 那我们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叫做购买人数 直接叫购买人数 我这边输出1123333 然后先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在我们这个地方调用 怎么调用呢 跟上面一样goose点 购买人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1123 3出现出现了 说明我们改的位置是对的 对吧 那我们位置对了之后呢 就来做我们这一个代码的一个实现 好 代码的一个实现 好 代码的一个实现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一个数据库结构 就是我们的EC 这一个ordergoose 对吧 就是我们订单的一个商品 在哪里呢 ordergoose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结构 好 这些结构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gooseid gooseid 然后后面的话 会有一个购买的goose number 好 每一次的一个购买人数 好 每一次的一个购买人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好 知道了 如何来写一个SQL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gooseid为8的情况下 我们查询一下 查询什么呢 cont 这个goose number as number from呢 我们这个ordergoose where什么呢 where我们gooseid等于8 OK 执行一下这一句 那我们这一个gooseid为8的话 总共是有5个人购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句我先保存一下 from我们的这一个 where等于8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总共是有5个 12加上3等于5 对不对 总共有5个人购买过了 好 所以说我们的计算方式 就用这样子来计算 那么我们把这一句sql呢 copy到我们这个地方啊 我们先备注一下 然后 get error 好 然后呢 我们参考这一个 好 我们参考这一个get error 还有这个get error 我们来看一下get error 怎么来实现它 然后呢 我们直接把这一个复制一下 然后到这个位置 我们sql的语句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直接复制 然后 来改造一下 我们这一个sql的语句 直接复制过来 放到这 对吧 好 这个地方呢 是用我们的当引号 所以说 这个地方也要用当引号 对吧 好 然后 from 这个表明的话 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表明 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么我们表明 也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好 然后我们的表的话 是ordergoose 对吧 然后 where 我们的goose id 等于8 这个肯定不能为8了 好 这个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law 什么呢 连接上我们的这个law id 好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id 好 那我们把这个law id 放到这一边 先看一下效果 先看一下效果 输出一下前来 看一下有没有东西 好 没有刷新过来 我们更新一下缓存 再刷新 好 没有东西的话 应该叫做goose id 好 应该叫我们的goose id 刷新 也没有效果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购买人数就是我们这个158 好 看到我们这一个id是正确的 看左下角这一个链接提示 左下角这边鼠标一上去 有个链接吧 15819 没错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goose id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一句话呢 复制到 这个地方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购买人数了 好 我们来刷新一下 应该要清空缓存 刷新 好 它输出是我们的一个array 那我们直接把叫做 好 这边有一个扩展的goose ar ay 正好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输出一下 好 应该不要输出了 我们直接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清空一下缓存 刷新 刷新 没有 清空缓存 刷新看一下输出的是什么呢 02 0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 那我们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刷新 好 这样子的 215 对吧 我们 订单 为8 刚才有算购数为5 像这个没人购买 它是为空度的 我们需要做一步操作叫做 如果说它大一零 0 我们就返回这个 否则返回为0 好 刷新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购买人数就做完了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大家的话就是参考我这个例子做一下 逻辑上大家要清楚 实现起来是很简单 逻辑要清楚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听讲